欢迎回来 马航MH17空难是举国内心永远的痛 国际联合调查小组星期三公布最新调查结果披露 强而有力的迹象显示 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幕后黑手 是他批准向乌克兰分离主义分子提供导弹 击落马航客机 但是因为缺乏确凿证据 无奈宣布停止调查工作 国际调查小组在荷兰时间星期三 释出一段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当时乌克兰东部 亲俄分子卢干斯克人民共和国领导人 普罗特尼茨基的电话录音 尽管录音当中没有提到击落民航客机的指令 但有迹象显示 普京可能批准将毛山局导弹供应给他们 河南检察官范布侧雷尔指出 目前调查工作已经来到了瓶颈 所有线索也已经彻查 因此必须暂停空难的调查任务 对于这一项结果 MH17遇难者亲属组织主席皮尔特 感到难过和失落 但碍于政治不足 他只能够无奈接受 2022年11月 荷兰法院裁定马航MH17科机 是被俄罗斯导弹击落 并判处两名俄罗斯前情报人员 以及一名乌克兰分离主义领袖 谋杀罪名成立 众生监禁 但这三人目前还在外逃 马兴市电视综合报道 请您的支持 cogn stair 请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声问题 没有比赛兰吗 明镜与点点栏目 Buy 于 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